哈囉 大家好 我是Kelly 我今天呢 想要很快速跟短暫的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自己一直很想要做的影片 然後 我現在 我剛錄完 就是一個眼妝的影片 應該就是這幾天近期就會上 所以 敬請期待 好 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呢 是 What's in my pencil case 我不知道大家跟我一不一樣 就是從國中高中 我覺得女生都非常喜歡收集筆 就你一定要買到最喜歡的那個自動筆 然後螢光筆你也要買到喜歡的螢光筆 不知道 就是原支筆然後不是以前有那種 筆上有很多圓點點的那種 你就覺得用得很開心 所以以前國中時期的鉛筆盒都超大一個啊 然後裡面塞的筆都超滿 可是其實你用的原理就是那一支 然後 那天有一個讀者就寄信給我 然後就說 他是一個學生 然後他不知道可不可以 就是請我分享一下我的鉛筆盒裡面用的什麼筆 因為他跟我有一樣的感覺 就是我們都覺得如果今天 不知道 我之前好像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我覺得如果今天我用到的是我喜歡的筆 我不知道 就是有一種 讀書更起勁的感覺 如果你們現在覺得我講話有點快 或是我看起來有點興奮 是因為我剛剛空腹在喝大杯的咖啡 我現在就有點容易 興奮的感覺 然後我剛剛在化妝的時候 我手這樣有點在抖欸 好可怕 總之呢 我今天就是要來分享 What's in my pencil case 然後 我的鉛筆盒呢 是長這個樣子 其實 之前在跟大家說 What's in my school bag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說 我其實不用鉛筆盒 因為 上學期我 沒有在拿筆 因為上學期修的課 就是都是 coding 之類的課 然後這個期我需要修一些 要熟寫的課 所以我就開始就開始 就是慢慢的收集我的筆 這是我的鉛筆盒 然後 它其實不是一個 不算是一個鉛筆盒的袋子 因為它其實是那種 你知道 這還有三個孔嗎 所以你可以把它夾在你的那種 有 那叫什麼 就扣環的那種筆記本裡面 其實一開始我並不是要買來當 痾 鉛筆盒 因為那一陣子 我就是 我有時候需要去別的城市 一趟 所以呢 我就需要 我想要有一些 比較好用的袋子 可以把化妝品裝起來 把保養品裝起來 就是分開裝 我很喜歡 就是裝很多小袋子 然後 我就想說 那我想要來找 一個比較好用的袋子 然後我就找到了 就是 超多顏色 就是什麼藍色 這是我之前 出國用的 裝牙膏什麼在裡面 然後 紫色啦 黃色 綠色 粉色 然後 我自己現在鉛筆盒用的是 這個亮的綠色 然後它其實是一個牌子 我再把名字 標在這邊好了 因為我現在不記得它的名字 我是在Amazon上面買的 我記得好像是 六個一組 不知道是十塊還是多少 我覺得非常划算 我就買了 然後 如果你們自己有那種 筆記本是有孔的話 有三孔 你可以把這個 直接這樣 扣在你的筆記本上 就是 我覺得很方便的一個設計 好 那我們就快點開始來介紹吧 你們看得到我嗎 是不是看不到 等一下 一點 這樣可以嗎 讓我 後退 哈囉 OK 就是我之前分享過的 喔 我現在發現 好 首先你們先看 我之前不是說台灣有這支筆嗎 我現在發現 它這邊有寫 Carnic Melon 你有看到嗎 嘿 Carnic Melon 我現在可以發現 OK 各各 然後 就是 很基礎的這個 0.38 這個好像是我從台灣帶過來的 就是 好用的筆 然後 我的 立可 白 是這個 叮叮 OK 然後這也是從台灣帶過來的 蠟筆 叮叮叮 這支呢 是我在好像CVS之類的買 這支台灣也有嘛 但是我覺得它還蠻酷的 就是它好像是 我沒有記錯的話 它好像是 你買的錢 不知道是部分 還是全部會donate給 乳癌的相關的基金會 因為它上面有一個這個 粉紅色的這個 就是這個符號 這是那個 就是給乳癌相關的 那種 基金會的捐錢donate 就算是support他們 然後我覺得蠻有意義的 所以我就買了 這顏色是什麼顏色 這顏色是 這顏色是黑色 護唇膏 這個是在韓國買的 它非常的 好 我現在不能擦 就是 剛剛差點要擦 它非常的好用 就是它超級油的耶 就是 嗯 我有時候 因為我很容易咬手指 然後摳手指 就是緊張 或是焦慮的時候 所以我有時候會把它拿來擦手 不要學 因為這樣可能會讓上面髒髒 但有時候會把它拿來擦手 緊急 就是急救一下 它還蠻油的 就是 我覺得它 保濕程度非常好 再來是 橡皮擦 你們有想知道這麼 detail嗎 叮叮 OK 再來 髮圈 再來 不能弄丟的收據 我那天就是終於把那個 要送給 就是 Rebecca Minkoff 跟 Kate Spade的錢包 寄出去了 就是我 我覺得我拖了一陣子 我非常抱歉 因為 我們學校的 郵局 就是它寄東西 你不能去那邊手寫天 你要自己回家印 然後 我跑了很多次 所以 有點麻煩 不過還是寄出了 再來 尺 開始 覺得這影片有點 無聊囉 好 再來是什麼 OK 我的 我的筆心 我真的是唯一只愛用這個孩子的筆心 我覺得這個筆心真的是最好用的 而且一定要2B 我之前有用過 比2B更稱的是什麼 3B還4B嗎 就每次寫一寫 然後這邊就會一排黑 然後 你這樣抹過去 右邊就會全部黑色 然後 再來是這一支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 但是我是在網路上查說 別人說很好用 這一支是 UNIBALT的 0.38 這一支 我會把訊息都打在下面 這支很好用欸 就是 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但是它 它寫字很清楚 它是不是應該拿 你等我一下 好寫 今天 好 今天天氣很好 今天天氣很好 它是 我知道它寫起來很順 然後 我很喜歡這個感覺 它是我蠻喜歡的筆 但是其實我現在已經很少用水性的筆 所以它大概是我 唯二唯三水性的筆 我一樣有這一支 也是UNIBALT 對 0.38藍色 這也是向台灣買的 然後呢 再來是我最近發現的一個非常好用的油性筆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賣 然後 我那時候是 不知道為什麼 它突然出現在我的鉛筆盒裡面 然後我就用了一下 我覺得天啊超好用 然後我就趕快去Amazon買了其他顏色 它是一支油性筆 然後它叫 它的牌子叫做 PaperMate InkJoy 然後型號是100號 看一下 它是這樣 然後它真的很好寫 可是 我沒有辦法讓你們試寫到 但是 我推薦給我所有的朋友 沒有一個人說它不好寫 就是 看一下我寫我的 寫什麼 寫個 喔 它真的很順 我現在很吵的寫一下 但就是它真的很好寫 然後 它是那種你寫一寫會覺得 Oh my god 我現在在飛舞的感覺 就是 真的很好寫 然後 我同時這支顏色啊 這支筆我買了 紫色 黑色 紅色 粉紅色 就是 這個寫真的太好用 有時候覺得 油性筆 比起 水性 真的 會讓你 更有辦法 就是洋洋沙沙的寫很多 就是 金金金 我自己很喜歡 然後 喔 然後有一個很酷的筆 是之前有一個讀者推薦給我 然後我也在 Amazon上買到 好像是韓國的牌子吧 然後它長這個樣子 然後 它看起來是一個螢光筆 對吧 它塗在本子上的時候 OK 就是蠟筆 我超級喜歡的 它看起來很像螢光筆 但是它塗上去 我不知道 又很像蠟筆 然後又很像螢光筆 反正就會戒在中間 然後 那時候 那個讀者就跟我說 它發現了這支筆 就是 它推薦給我 因為它知道我很喜歡收集筆 You got it 我就馬上去買了 然後 藍色也很喜歡 反正我是買了一組 然後 反正 有各種顏色 綠色啊 什麼的 sorry 打到你們 反正就是長這樣 就是我真的很喜歡筆 這支我現在 讀書的時候都會用的 螢光筆等等 然後 然後 裡面有一個sharp piece啦 就是 我 有時候 有些 有些的 就是本子不太適合用蠟筆的話 我就會用sharp piece OK 再來是一個定數機 我這學期 一直瘋狂用定數機 因為老師一直叫我們把 講義印出來 就變成我要一直硬 然後又要去找定數機 所以 我乾脆就自己買了一個定數 小小的定數機 結束完了 這影片就是短短 希望可以五分鐘以內 我就是分享一下 我鉛筆盒裡面裝了什麼東西 然後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看別人的鉛筆盒裡面裝了什麼東西 所以 如果你們 自己 對自己的鉛筆盒滿自豪的話 你們就在Instagram tag我 然後 我想要去看 因為 我最近又想要再買一些 更多的筆 然後 如果你們 願意的話 可以就是 tag我 然後 我想去看一下你們都用什麼 很好的好貨 我感覺我又回到 像國中一樣 就是開始喜歡收集 這是一個病 這是一個病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只是要 介紹一個 介紹我的鉛筆盒 然後 我希望這是一個很短的小影片 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今天的眼妝怎麼畫的話 密切follow 凱莉伊法 Shopholic的那個YouTube頻道 因為我會分享在那邊 就是我的 眼妝分享 OK 好 那我們就 下次見 拜拜